台中线发生了20多名飙仔狂欧一名男子的事件 甚至把这个血衣都po上网了 警方经过追查目前抓到了11名逞凶的少年 最新的案情我们连线给记者方品文 好了 主播的观众经过警方连日来的追查 一共查获了13名的青少年飙仔涉嫌持困棒 把一名男子打得头破血流 其中一名许静主贤甚至把这一整段的暴力恶行 po到网路上来炫耀来替下稍早警方的这一段访问 这一位灵性的被害人因为觉得很吵 所以他出来就念了他几句 后来他又拿了木棍来打其中一名的青少年的机车 所以引起这些青少年不满 所以在拿起那个球棒还有安全帮打他 同伙在那个部落格里面把这个打人的暴行状况 po上网 那我们经过查证那IP 我们就在昨天落叶 我们就查证到这个曲线的这个po上网了 这一位版主 你可以看到13名落网的青少年 其实有7个人还未成年 其中年纪最小的只有83年次 也就是才15岁的国中生 那么根据警方调查发现 这一群人是在12号凌晨晚上的时候 一起聚集在太平飙车 但是没有想到有一名被害人觉得太吵了就出门 先拿着棍棒把一个少年的机车给打坏了 引起这个少年不满 没想到随后竟然火同十几个人一起就到太平一间妈祖庙前面 把被害人打得头破血流 甚至还把这个诊断过程po到网路上来炫耀 行径是相当的嚣张 警方现在要把这13个人依照杀人未遂还有伤害 以及组织犯罪移送法办 以上现场最新情况 是把神镜头交还给台北棚内 好谢谢品文 这整场的意外肇事状况呢 稍后我们会有更完整的报道了 感谢观看